馬莎的童話故事 你們兩個別那樣盯著我看啦 從各種零件裡也能找到有用的東西喔 哦 等等 我想到了一個故事 稻草小牛 從前從前有一對老公公和老婆婆 他們很貧窮 完全沒有任何家人 既沒有孩子 也沒有孫子 他們整天只能孤孤單單地坐在大門口 有一天 老婆婆突然跟老公公這樣說 聽著 老頭子 我們的人生真是無聊得不得了了 我要跟點子 我說 我們不如來養個寵物 好不好 可是這樣就要找東西給寵物吃耶 老公公他感到很焦慮 但老婆婆繼續抱怨個不停 我想要一隻小貓咪 我想要小狗狗 當老婆婆說要小烏龜的時候 老公公聽了以後開始擔心了 他覺得應該好好思考一下 他覺得應該好好思考一下 接著老公公想到了一個自己都覺得很棒的好辦法 老公公跑去補湯 打掃了一下各個角落 將大白大白的稻草收集在一起 他用這些稻草做出了一隻小牛 為了讓小牛更像真的 他在表面上塗上了膠油 小婆婆好開心喔 她的願望成真了 她帶喳喳隻稻草小牛到草地上 讓牠在那邊吃草 稻草小牛站在草地上 頭頂上的太陽閃耀光芒 鳥兒都圍繞著牠唱著好聽的歌 突然之間來了一桶熊熊 牠看到小牛就說 早安 你好嗎 小牛不會說話 因為牠是稻草做的 熊熊很驚訝 牠又說了一次 早安啊 可是小牛 什麼都沒有說 熊熊變得好生氣 牠怒吼 欸 你這傢伙 你能不能對我有點禮貌 如果你是只有禮貌的乖小牛 至少說聲早安吧 但小牛什麼都沒有說 我來給你一點教訓 熊熊怒吼 牠用力甩了小牛一巴掌 結果沾到了膠油 果然不出所料 熊熊的爪子就這樣卡在膠油裡 熊熊想抽回自己的爪子 但是小牛不肯放牠走 欸 放開我 熊熊怒吼 狗子 牠又用另一隻爪子 往小牛穿滿膠油的身上 狠狠甩了一掌 現在兩隻爪子都卡住了 熊熊嚇到 開始用全身的力氣大叫 喔 親愛的小牛 拜託你放我走 求求你 拜託拜託 老公公聽到熊熊的呐喊 牠連忙跑到草地上說 喔 熊熊 你怎麼可以怕我心愛的小牛 我要把你抓起來 然後把你丟到 丟到 丟到 呃 丟到這些充滿荊棘的 莓果樹層裡 拜託老公公 熊熊哀嚇 你說什麼我都願意做 真的 什麼都可以 就是 千萬不要把我丟到 千萬不要把我丟到 荊棘的莓果樹層裡 好用 快幫我離開這隻小牛 好棒 好棒 到底不可以再倒架了 為了報答老公公的解救之恩 熊熊帶了好禮物給他 一大堆蜂蜜 老夫妻窮困的一生中 從未擁有這麼多蜂蜜 一天下午 小牛在草地上吃草的時候 一隻狼也被黏住了 老公公釋放了狼 狼帶了一群羊當作回報 隔天 狗狸被黏在小牛身上 這次老夫妻得到了一些鵝根基 就連兔兔也落入了這個陷阱 老公公放走了兔兔 然後兔兔帶回了一整袋 好吃的紅蘿蔔 老公公和老婆婆坐在門前 吃著紅蘿蔔 對牠們的小牛感到滿意的不得了 小牛不是真的 但是呢 牠非常非常管用 老公公和老婆婆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這個故事有個非常開心的結尾 所以我要告訴你們 如果能妥善使用 每樣微不足道的小東西 也能變得非常有價值喔 好孩子們大家會共享一切 從來都不猶豫 讓我來分享一下寶貴經驗 我知道分享就是一種關懷 一種熱情 讓我來跟你們說個故事吧 從前有個農夫住在村子裡 頂端與根部 附近的森林裡 住著許多其他的動物 包括熊熊 有一天熊熊看到農夫出了門 用鏟子 不知道在挖掘什麼奇怪的東西 熊熊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靠近農夫問 到底是怎麼回事 嘿 農夫 你在做什麼 熊熊 我要離田 然後種下種子 收成作物 然後吃我的收成啊 熊熊很開心 好像有東西可以吃了 所以他拜託農夫一件事 嘿 農夫 大發慈悲 把你的一些收成讓給我吧 農夫騷騷後拿勺說 好吧 當我做物收成時 我會分一點給你 你想要哪個部分 頂端還是根部 我為什麼要吃菜的根部啊 哎呦 它們都好髒啊 熊熊告訴農夫 我當然學頂端了 好吧 成就了 但你必須也有所付出才行 欸 這是工具 熊熊 我們現在一起來工作吧 熊熊沒料到這種事 也不知道他還要一起下田 但熊熊沒得選 他得工作 勤勞工作 農夫還在後面催趕著他 快點 我的小麥 跑快點 總之他們離了田 種下種子 然後 蹦 他們得到好多好多蘿蔔 熊熊點起所有收成 再去農夫家 把蘿蔔們堆成一堆 可憐的熊熊累壞了 累到連站都站不起來 工夫走過來把作物分開 他把所有的蘿蔔拿走 跟熊熊說 工夫是我的 接著他把不好吃的葉子 留給熊熊 來吧 這是你的頂端 祝你用餐愉快 熊熊吃了一口說 哎呀 這個超難吃的 這些葉子不能吃了 為什麼要給我這個 工夫看著熊熊 假裝很真要的樣子 你說你要頂端不是嗎 熊熊看著農夫 啞口無言 論到下巴都快掉下來了 你甚至可以聽到 他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 可憐的熊熊 他真的很餓 他問農夫說 你可以分我一點嗎 好吧 我就分你一點蘿蔔吧 但首先 你得種出十種玫瑰花 分裝三大肚子 洗碗盆 打掃全家 洗衣服 還有 還有什麼呢 喔對 我要去睡覺 你得拿著這個 站在我床邊 幫我趕蒼蠅 如果蒼蠅操心我 我會把你趕出去 然後就沒有蘿蔔可以吃了 可憐的熊熊探口氣 穿上圍裙 開始在房子附近工作 而且農夫有時候還會罵他 你是怎麼回事 你這樣蹦蹦跳跳的 我要怎麼睡覺 給我小聲一點 終於農夫睡著了 可能正在夢到他吃掉了所有的蘿蔔 熊熊站在床邊 揮舞著熊掌 想要把蒼蠅趕走 但是有一隻很胖的綠色蒼蠅 停在農夫的鼻子上 爬上爬下的 農夫皺了皺鼻子 像是要打噴嚏的 熊熊很害怕 喔不 他又醒來了 他又醒來了 他高級補雲拍 用力打了一下蒼蠅 熊熊試著打蒼蠅 但打到了農夫的鼻子 趁重紅心 農夫跳起來 捂著鼻子大叫 我的鼻子 熊熊這時嚇呆了 他跑起來跑出門外 被裝著蘿蔔的袋子半倒 他抓著那些袋子跑進森林裡 農夫手裡沒有任何袋子 只有自己的鼻子 所以說呢 那些自私又貪心的人 永遠只看得到自己的鼻子 要乖乖分享喔 所有動畫片都到哪裡去了呢 讓我們開始調查一下吧 1234567 動畫動畫在哪裡 按下這個麥克風 馬莎與熊就放鬆 就是這麼簡單 你也來試試看